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的八月底 非洲小国斯威士兰的大巫师们就会接到一个重要的活 给一年一度的卢伟节选日子 卢伟节的召开日期并不固定 全靠大巫师用他们独特的方法挑 挑好之后交给国王过目 国王同意了各部门开始筹备这个重要的节日 在卢伟节当天 斯威士兰的未婚少女们手持两三米高的巨型卢伟 裸着上身从家里出发 蹦蹦跳跳的沿着公路向前走 随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公路上会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 这支队伍的终点是皇宫附近的广场 他们高贵的国王带着老婆们在那等待着他们 警察在维持秩序 广场周围围满了男人 眼睛里是贪婪的目光 少女们会把手里的卢伟放在国王和王后们的面前 一次表达他们的祝福 放下卢伟之后 他们在广场上再歌再舞 各种仪式和狂欢会持续个七八天 在这长达一周的时间里 如果我们为少女有幸被国王相忠 那她就会被取舰皇宫做妃子 所以卢伟杰也被外人称作是斯威士兰国王的选妃杰 被娶进皇宫的少女将在保镖的看护之下 过上仅一御时的无聊生活 说那种生活无聊并不是我们忌妒 一旦某个人不用工作也没了自由 那整天就是吃饭睡觉玩手机的话 其实你想想确实挺无聊的 那更无聊的是每当国王娶了新老婆 那前面的老婆自然被冷落了呀 斯威士兰现任国王 姆斯瓦帝三世的众多老婆里边 有俩人就受不了了 逃到了南非 还有一个和部长斯通被打入冷宫 这都是无聊的最好的意思 姆斯瓦帝三世手头已经有15个老婆了 给她生了30个孩儿吧 那么她这一生到底会娶多少个老婆呢 理论上是尚不封顶的 因为这斯威士兰玩的是一夫多妻子 而且国王有钱任性 还能利用卢伟杰挑人 现任国王他爹所不扎二世 一辈子娶了70个老婆 膝下有150多个孩子 假如以父亲为榜样的话 那姆斯瓦帝三世还差得很远 每个国家都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这是国家长期存在的需要 斯威士兰这个非洲小国的统治阶级 就是国王和他的家人 还有那些紧密团结在国王周围的酋长们 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统治一个国家 有历史的客观的原因 总的来说那帮人可以管理和维持一切 至于被统治阶级服不服气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国家越是民主和自由 那统治阶级就越变得抽象 因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人组成 甚至有些人都意识不到 他自己就属于统治阶级 但是像斯威士兰这种纯粹的君主专制国家 统治阶级就相当的清晰和明显 因为那伙人就是国王和他家里的亲戚朋友 谁统治谁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了 斯威士兰位于非洲的东南部 这个国家的总面积是1.7万平方公里 给北京是大不了多少 斯威士兰三面还着南非 一面和莫桑比克接壤 是个典型的内陆国家 因为这种外部的环境 他想出口点什么东西的话 要么运到莫桑比克 要么运到南非 所以这国家只有两条铁路 一条通往莫桑比克 另一条通往南非 南非现在是非洲人的南非 但是在19世纪以前属于欧洲人 当年海上马车夫荷兰最早发现了好望角 并在开普敦修了港口 干起了燕果拔毛的生意 后来这英国崛起之后 把荷兰人赶往内陆 在内陆的荷兰人 跟其他欧洲人一起放洋挖矿 被称作是布尔人 布尔人在南非北部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 当年斯威士兰就长期被德兰士瓦给武力控制着 到了19世纪初期 英国人和布尔人打了两次布尔战争 结果是德兰士瓦被英国人彻底收编了 这斯威士兰就变成了英国人手里的玩物 国王和他的子民们一起接受英国统治 二战结束之后 非洲各地纷纷闹独立 英国人照不住 他在非洲的殖民地 于是斯威士兰也就顺势脱离了英国 得到了解放 英国人走的时候 把自己的君主立宪制度 大方的给了德兰士瓦的国王留下了 这也是德兰士瓦现在既有国王 又有首相 还有议会的原因 只是当年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 国王发现居然有非王室成员被选中了 一怒之下 他就把英国人的规矩给废了 自己发明了一套新的选举方法 说这个才适合我们 每当要换议员和首相的时候 国王就跟他的亲戚好友 坐在一起商量选举的事 顺便敲定一下下一届的候选人名单 这些候选人呢 只是全部议员的一部分 因为剩余的部分直接内定 当然了 这些候选人大部分也是国王的家人 剩余部分是各地的酋长 候选人最后被分散到全国各地 让人选 由于斯威士兰的教育程度不高啊 选举的时候并没有选票 而在每个候选人的门前 立一扇门 看上谁了呢 谁就从谁前面的门里钻进去 一切是那么的公开透明 毫无遮拦 这工作人员呢 只管统计人头数就行 这样选下来 国王敲定的候选人 总是顺利当选 而且最终的当选名单 还要经过国王的检查 如果有生人出现 那分分钟换掉 首相是国王亲点的 各大部长也是国王任命的 于是整个行政体系的这个官员 都成了国王 穆斯瓦第三世首帖的员工 他们只能坚定不移的 绝无二心的落实 穆斯瓦第三世的想法 打工咱们的工作 要是出了圈 国王可以分分钟推翻他们的决议 顺便赏点严厉的惩罚 虽然国王一辈子要生下 几十上百个儿子 但是这些王子们 却不会因为王位而打开杀戒 因为斯威士兰有一套独特的继承制度 在国王穆斯瓦第三世活着的时候 到底谁将来坐他的位置 国王自己也不清楚 他也不关心 因为按照传统祖训 王位是在国王撒手人寰之后 由别人来定的 国王去世之后 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将露出他神秘的面纱 委员会由家族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组成 他们会在国王那一大堆儿子里 挑一个做国王 此人不能是大老婆的儿子 挑选标准 是娃不但要机灵 那他妈也得贤惠 一旦某个王子被选中 假如大伙都觉得他有能力做国王 那就立马上任 否则得先送到别处好好教训 培训 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了 再回来登基 因为有了这个别致的继承制度 斯威士兰的国王就非常潇洒了 他可以没心没肺的当他的国王 一个不用操心继承人的国王 那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国王 而且王室内部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勾心斗角 斯威士兰的编剧们也注定写不出精彩的功斗剧来 尽管王储会被送到欧洲发达国家接受教育 但是当他们学成归国之后 并不会产生走向共和的想法 比如现在的国王 姆斯瓦第三世就曾经在英国留学四年 但是当他18岁做了国王 依然会利用他爹留下的制度和规矩搞专制 怎么舒服怎么来 除非民众反抗的厉害 或者友邦给的压力太大 那才会象征性的做点改变 也是承诺多而落实少 斯威士兰全国7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这些人呢也不出意料的属于贫困人口 他们种甘蔗 种棉花 种玉米 或者到矿上打工 好在穷人的伙食标准低 靠着玉米就能过一生 但是城里人就麻烦点 他们的口粮得从南非进口 那么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从哪来呢 这是个问题 斯威士兰和瑞士的英文写法 及发音都特别的像 那斯威士兰呢 也是被人称作是非洲版的瑞士 这个不只是名字相似的调侃 而是斯威士兰 他气候舒适 土地肥沃 森林覆盖率高 很适合搞种植和旅游 地里的矿产又丰富 只是苦于自己没能力开发 所以工业化的东西都交给外人去做了 国家占股 并且收取各种税费 这外汇就打这来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有这些买卖归根结底 都是国王的生意 姆斯瓦第三世 因此成了货真价实的土豪 在全球最有钱的君主里边 排到了第十五位 整个非洲大陆 就他一人光荣上榜 纵使全国70%的人都穷得叮当响 但是他本人却过得很奢侈 招摇的程度 怕是连特朗普都望尘莫及呀 今年的11月中旬 一街从南非开进斯维士兰的运输车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因为这车上榜满了豪车 京都人统计 一共有19辆劳斯莱斯和120辆宝马 这19辆劳斯莱斯是 姆斯瓦第三世买给他15个老婆的 另外4辆高配版给自己和母亲用 120辆宝马是随从和部长们的公务车 或许只有这样的配置 才会让国王觉得体面和上档次 虽然说了斯维士兰这么多 但是有一点是不准确的 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名 2018年的4月19号是 姆斯瓦第三世50岁生日 那天他宣布国家的名字 以后叫伊斯瓦第尼 不再叫斯维士兰了 他现场也给出了几个理由 比如防止在跟瑞士混淆 以及向传统致敬之类的 如今在联合国的花名册上 登记的就是伊斯瓦第尼 而不是斯维士兰 只是我们这暂时还没改 反正没有建交 这影响也不大 在自己生日当天改过名 是姆斯瓦第三世送给现场观众的惊喜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事 改掉国家名字这么大的事 既不需要议会表决 也不需要全民公投 更不需要公式和论证 国王一人说了算 从这也就能看得出 这君主专制 好了 是怎么一个玩法 今天就给您讲到这 如果您对本节内容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请到公众号 实证很简单 相应的文章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会及时回复 另外 局势军的政治课 国际篇属于付费版权内容 请您不要随意传播 以免引起法律纠纷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收听